在YouTube节目分享币圈经验 他就是涉嫌利用虚拟货币诈骗 不法所得超过上亿元的诈骗集团主席潘一璋 对比过去宣称虚拟货币不是诈骗 如今看来格外讽刺 而他还是台湾前三大虚拟货币交易所 AX王牌交易所的创办人 摩卷币的一个这个运用上面 我们会利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个起始点 与号称全台最大票券商莫公合作 潘一璋打着AX交易所合法名号创造抹劝币 不少投资人信任两大平台知名度 投入大量金额赔光积蓄 而这个诈骗集团名人还有他 荣获前副总统吴敦义亲自颁奖 他是直销界知名人物林耿宏 常在脸书上po抄跑名牌炫富 早就有虚拟货币交易诈骗前科 遭通气潜逃出境 这回又找上潘一璋合作 年轻弟弟都脱下水成为诈骗共犯 警方最后在林家父亲告别室埋伏等候 近代仪式圆满后顺利将人逮捕归案 112年的8月份就已经离开公司的经营团队 离开的原因据我所知道 是因为个人生涯规划的因素 目前潘先生与本公司是完全无关的 AX网牌交易所卷入诈骗 怡云急澄清切割关系 表示交易所是证人身份会全力配合调查 而主嫌潘一璋被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林耿宏则是遭生押 莫公执行长黄绍峰也被一二十万元预令交报 致命人士联合诈骗为币圈谋上一层阴影 近期闻吴允千张信志参加报导